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系列视频 五分钟带你了解社会学 那这个系列的视频呢是帮助大家快速的建立起 一个对社会学的究竟在做什么的一个印象 那针对一些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学习社会学 或者一些同学呢想学社会学 但是不知道未来我可以在学习社会学之后去做什么内容 这样的一些同学呢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 那这个系列的视频呢到这一期已经是第三期了 大家如果想要看其他两期的内容呢 可以看看我们账号下已经公布的两期视频 那可能很多同学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接触到 我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内容都是外国人 那这样的一个外国人 他其实是社会学上面经常会关注的一个课题 那可能有些同学想问 那这个外国人有什么好研究的呢 我从中国社会来到另外一个社会 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但是你其实仔细的去想一想 当你从一个旧的生活环境 然后来到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环境当中 首先吧就是会有一个问题是 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环境 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通过很多方式 比如说现在大家经常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 你可以通过媒介 比如说通过网络可以联络到你母国的这样的一些友人 你的家人然后呢你在当地的一些社会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媒介去认识 然后去跟陌生人 然后开展或者说建立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友情关系 然后其次呢就是你可以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 那等等等等这些可能对于一些出国或者是说在本国遇到外国的同学来说呢 非常正常的这些方式它其实都是社会学会去关心的话题 那社会学可能就会去关心 那你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人的过程当中 你是怎么去接触到的 那又什么因素影响你去建立一段良好的关系 那是什么因素帮助你去在这个当地很好的适应呢 那你适应了之后 你在这样的一个当地的一个长久的生活 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你是在这里短暂的居住了就准备回国 还是说你会就在这个当地留下来成为当地的社会的一份子 那如果你打算在这个社会当中长久的定居 有没有什么因素是阻碍你去好好的定居的呢 那这些其实都是日本社会 它其实现在不仅是作为社会学关注的话题 它也是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老龄化很严重的社会 那也就意味着说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人呢 其实在他们的社会当中的比例呢 那相对来说它可能就会比较的减低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可能就会需要那从外国来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劳动力 或者是说从各个方向 它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些移民来活跃他们社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仅是需要移民 它可能还需要更探讨 怎么样能够让外来的这样的一个人 它能够跟日本当地的人更好地相处呢 那是否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文化政策 或者是说整体的这个社会政策上给到一些努力呢 那在这种时候如何给到这个政策一些建议呢 那就是需要社会学的课题当中 给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 并且给出更多答案 所以呢 这个自然就成为了社会学会去关心的 并且在日本社会学一定会关心的方向之一 那听完这样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对自己以前对这个外国人的见解 更加拓展一点呢 如果你曾经也有考虑过现在说的方向 那你其实真的是可以选择社会学 并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研究课题去开拓 那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本系列的其他的视频的话 那之后我们还会更新 关于这个五分钟了解社会学的一些内容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以及点赞 如果有大家想咨询我们的部分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直接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